好冷, 冬天來東京, 你已經預料了 你看, 現在只有四度 今晚最冷, 還說下到負一度 不要懶惰自己, 不要懶惰你 我帶你去一個暖粒粒的地方 現在冷得爆了 別以為我帶你來一個暖粒粒的地方 就是來酒吧, 放在頂下飛鏢 其實這裡有一個叫瘟之秘境 很多日本人喜歡來的 一走進來, 馬上感覺到暖意 一群朋友每個換棉納坐在一台 指定動作就是塞在雙腳上桌底 內裡當然有乾坤 這位是日本人在冬天最好的朋友 他叫做皮爐, 日文叫瘟之秘 大家都見得多, 尤其是在卡通片裡 就是你看到小丸子 平時整家人到冬天就像我那樣 穿著見棉納, 坐在皮爐上 撕著筋子, 看著電視 然後什麼都不做, 他們就一閘 其實整個設計很簡單 一張木桌, 桌中間這個位置 其實有個電爐開著 然後一張很厚的棉胎, 包住桌子 完全不流風 然後你插腳到正中間這個位置 就會感覺到什麼叫天堂 我覺得皮爐已經成為了冬天的情人 我一年都不想跟它分開 而且小丸子他們只吃著金看電視 這裡其實是一個皮爐和邊爐的交通 你可以下面暖粒的皮爐 上半身熱熱熱熱的打著邊爐 正所謂皮爐加邊爐, 冬天沒有煩惱 好, 沒搞難的 是時候吃下海鮮鍋了 滑粒 其實這樣加起來真的很棒 天寒地冷, 這樣打住邊爐, 當然很棒 滾滾滾, 我整個身記憶了 腳又有滑粒 坐下… 總是舒服得會睡醒 其實我一進來坐下 第一件事不是叫做食物 我是把溫度計放在皮爐裡面 好, 我看吃了一頓之後 到底裡面多暖, 溫度也多 你看看, 23.7度 下面的溫度是23.7度 而上面的氣溫是3度 足足有20度的溫差 所以我明白為何日本人這麼喜歡披露 我簡直覺得現在跟小丸子通了 我明白為何他這麼懶 hashtag 披露是日本人冬天最好的朋友